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好 那我想今天盘中传出了俄国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 甚至在接近它的首都基辅 听到有爆炸声 那我想盘中CNN也有做 Live的连线的一个报道 所以全球股市还是受到影响 今天大盘加均股价指数 我们看开小低之后 对不对 开平低 那一路往下灌 那跌了494点 可以说这个地方就完全受战事的影响 也是一个开低走低的一个盘 那当然 这个战争的的确就会造成他们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主要是来自于不确定因素 我还是一向跟各位讲 我不是战争专家 即便是战争专家 也不见得能够知道 克林姆林宫现在到底是打什么算盘 所以你不需要去分析 俄国会不会开打 什么时候开打 你只要知道这一次 这个战争它是一个短期的事件影响 因为从来没有说一个战争 它会造成一个 除了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 那个我们不去谈了 那人类近代史当中 过去这30年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任何的战争 其实都是造就一个低点 你从1990年代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 到第二次波斯湾战争 甚至911恐怖攻击事件 都创造了一个相对低的 一个长线大波段的 一个最好的买点 所以我讲金融市场里面 战争它反而是 让大家去找去买点的 那什么时候金融市场 是卖点或是危机呢 可能会是落在 比如说经济的长期衰退 那或是像之前 因为这个是人类的 衍生性商品 所造成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那这个会影响到股票市场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大跌 我还是跟各位讲 那12个字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我不买 不跌我不买 好 来 这一定很多人讲这档股票凤凰 一定很多人讲这档股票凤凰 前两天我跟各位讲 我说只要 国际新闻有出现 俄国的一些动作 那台北股市反应下跌 然后台面上的分析师就告诉你 分析乌克兰的事件 分析这个分析那个 有的告诉你说 好险 我们上礼拜 把股票过来出清 现在满手现金 等着减减减凰金 那我跟各位谈 我说 我们不要去看 我是带你做股票 我说过年前 到开红盘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些股票 这些东西你们都见证到了 这四档股票 如果你长期收看我节目的 你都知道 新矿神银是什么股票 东方不败是什么股票 来 这个凤凰 我当时跟各位讲 2月22号跟各位讲 我是在右空 那右空其实你要利用拉回的时候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这12个字你要记得 好 那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2月22号的时候 我说这个地方在右空 那么有压回你要买 对不对 来 2月22嘛 收完盘之后 我跟各位讲 凤凰 那我怎么讲的 我说 大盘大跌 我就买黑的凤凰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我就不买 那你赶大跌 我就给你买 凤凰压在57块钱 凤凰目前在57块钱 我2月22号跟各位讲的 有没有 我昨天还跟各位谈 我说买57 你可以轻轻轻松松买 这三五分钟你都可以轻轻松松买 你买完直接拉 收盘收589 礼拜二收盘收589 对不对 我昨天我昨天 我昨天礼拜三 我跟各位讲 我说我买了 我现赚1块9 我根本不管你这个乌冬战争 怎么样 不要 不要去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怎么做 你说解封 对不对 那今天最新的这个讯息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反国的这个这个隔离 变成10加7的样子了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10加7了 这个这个有有传讯息 我跟各位讲 来我看一下 先跟各位讲 来 来 没关系 其实我们今天就就轻轻松 来 好来 这里来 打包帮我拉近一下 好来 可以可以可以看得见吗 好好 OK 好来 防疫松绑 入境检疫将缩短为10加7 这是最新的嘛 这是最新的新闻 最新新闻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新闻已经告诉我们说 既瑞典英国 还有很多国家 未来陆陆续续 跟病毒共存 甚至已经开放了 好 那我们其实台湾做的落后 我告诉你 其实讲到这个 宇哥有点那个 你落后嘛 你现在才10加4 刚才说 10加7 你还是落后人家嘛 当然我知道 我们为观者 我们上面做的 他就怎么样 多做多错 少做少做 不做不错嘛 这我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不做 你未来还是要做 因为全世界 跟病毒共存了 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拉回来 来股票奖嘛 大家都知道嘛 那你昨天去追 长荣航 华航 我先问各位了 好 我先问各位一点了 那 好 那你追长荣航 追华航 我先问各位 俄国打乌克兰 油价会不会涨 那油价涨 会不会影响航空股 那影响航空股 短线上它涨多 它会不会 给你来一个 先回档 回档 10% 15% 那你投资人 就受不了了 可是旅行社呢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说 长荣华航 你是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目前 现在这个状况 因为它已经涨了 所以现在 我跟各位讲 你手中有航空股的 你短线上面 你自己要先设好 停利停损点 好 我不是说 航空股不好 我要说它创高 之后会因为涨多了 然后呢 油价冲高震荡 它会有回档 会让这些投资人 会有 获利下车的这个借口 那股价会拉回 好 但是 像凤凰这个股票 我想第一个 它嘎空 第二个 我黑的时候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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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早盘 有没有 今天早盘 我们前天 大乘大跌 大买的凤凰 我买的57块钱 今天早盘最高到62块4 我礼拜二 12点多 接近一点的时候买的 礼拜二快收盘前买 昨天礼拜三 今天礼拜四 一开盘没有多久 我短短短短 不到二 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盘这么难做 我赚 一开盘 我赚接近一成 9点49分 卷支笔拉20% 开始能嘎空 我57块买的 拉到624 好开心 来 结果怎么样 盘中拉到涨停板 66块钱 66块钱 其实我跟各位讲 每个人都说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三顶上完 有谁能赢 每个人都会讲 每个人都说 别人恐慌 我贪婪 别人贪婪 我恐慌 每个人都会讲 就做的都不一样 我买完 公开 带你加操作 加码 我每个东西都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57块买到66块钱 你卖出的话 你30张是赚27万 你知道吗 几天的时间 礼拜二我带你去买 你如果跟着我 你如果今天你跟着我 我带你57块钱买 我平盘下买的 我平盘下买的 57块钱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57块钱买 当天收589 你当天就赚钱 今天呢 开战了 台股跌400多点 你们老师的解封概念股 重挫 快跌停了 所有投顾老师 真的搞不清楚 每个人都在讲凤凰 今天是不是所有人都讲凤凰 是不是所有人都在讲凤凰 在讲雄狮 请问各位 你们前天有没有跟着丁老师买57块钱 我公开的跟各位讲 我买完了 我先买 然后公开 那你再看 我跟你讲 57块钱 66块钱 你跟着我 你能不能轻轻松松的赚钱 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就好了 两天的时间 30张27万 50张45万 9块钱 57到涨停满 66 老师啊 涨停满 好棒啊 你也可以赚得到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那其实我一直要跟各位讲好我们我们这段期间带各位做这股票包含了 新旷神仪 一粒店包含了东方不败东减包含像今天的凤凰 每档股票我都公开跟各位讲而且买在前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今天全市场焦点的凤凰我们怎么做的 好来 来看哦来 拉到涨停满对不对 好老师啊 我一样 其实你不是我的会员的话 我没有这个义务要跟你交代 我怎么买 甚至怎么做 我怎么做 其实只是要跟各位增强各位的信心 希望各位你透过见证 来印证丁老师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是股票做法就是不一样 该买的时候你出掉 你赚不到钱 该卖的时候你去追 我告诉你 那你可能就赔钱 好 那我们来看 凤凰吉拉拉拉涨停满 好吉拉拉涨停满 来 我现在跟各位来讲 好来 我用分时直接跟各位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来 来好 凤凰今天 10点05分吉拉拉拉涨停满 你看见10点05分 好 所以10点05分开始 10点05分开始 就一路涨停 涨停到这里来 好来各位你看 来 今天的 10点07分 凤凰5706 我吉拉到涨停满了 获利已经超过15%了 请大家卖出半数持股 另外半数获利续报 我会带大家 我会带大家 我卖在涨停满 你们老师有没有这种 好不容易当股票 涨停满了 开玩笑 怎么可以卖啊 那是因为 你们老师都追高 卖半数根本没赚到钱 我57块钱买 我57块钱买的 拉到涨停满66块钱 我57块买的 我拉到66块钱 你跟着我 你买100张的 你卖50张 你这50张你赚45万 先放到口袋里面 你跟着我买60张的 你先卖30张 你30张赚27万 全部白纸黑字 大盘跌400多点 你跟着我 赚钱赚大钱 来 还有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把它接回 我在这里把它接回 讯息我没有印到 我明天补给各位 我有任何一个字错 或讯息造假 我赔10亿给各位 我在这里掌停满卖掉 我在这里告诉我客户 来 杀到60 我没有接到最低 他掌停满打开之后 我说接多少 接63块 62块5 我62块5接回 再拉回到掌停满 你看我怎么赚的 你看我怎么赚的 我66块卖掉 62.5接回 锁回掌停满 也就是说 我坐在这里 你们跟着我坐在这边 什么事情都不动 你只要接电话 57块买 然后66块 在掌停满卖掉一次 对不对 你卖掉一次怎么样 你买 你买60张的 你卖一半 赚27万放口袋 打下来 打下来到625接回 你这三块半的 这三块半 从66到62块5 这三块半的价差 你自己另外赚 在工上掌停满锁住 你看见没有 你赚的不只是这个 我告诉你 我的持股还是一样多 我就要转手这样换一下 我又多赚了这么多 我告诉各位 记得我讲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 强不强 这很多股票 其实都是这样子嘛 亲爱的观众朋友 伊利店 不是买在前面吗 84块7 2月8号买完 买完2月9号涨停满 然后涨停 涨停 你任何时间 你任何时间 跟着我做伊利店 你都大赚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要复制的是一个做法 我伊利店怎么做 我先买 再公开涨停板 下一档股票 复制伊利店的做法 来店加赖做见证 你不会做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不会做的 你不会做的 或是你想自己 你自己现在在做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赶快跟着我 我现在跟各位 真的拜托拜托 我希望大家利用 这个难得的机会 来赚钱 这个东姐 2月15买 2月17公开告诉你 2月18早上一开盘 9点08分 市价买进 9点08分 买在这里 拉到涨停 买在这里 平盘附近 拉到涨停 我加码单都给你赚一个 一个停板 加码单 获利卖出 2月22 加码单低接 接回来 2月22 你自己看 找盘 获利卖出 是不是低档 又接回来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带你架杀操作 又涨停板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你看到这个机会 我已经白纸黑字给各位 你还不相信 我真的是 这只股票你要注意 我跟各位讲 卷值比24% 老师今天跌400多点 今天跌400多点怎么样 卷值比24% 你不会做 我赶快来找我 加入赖丁老师官方账号 现在拿手机扫描 现在拿出来 现在扫描 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那这里 这个地方 一样把它扫描下去 一样把它扫描下去 其实过年以来 我一路带大家 亲爱观众朋友 买了这些股票 从年前 开红盘 到今天大盘大跌 我带你买的股票 我有让你失望吗 对不对 我从最早的 我从最早的 富有光彩跟各位讲就好 对不对 到一粒殿 心旷神怡 到东柬 东方不败 到欲我凤凰 什么叫神操作 有一句话叫神操作 各位知道吗 我就让各位见证一下 什么叫神操作 对不对 凤凰 我给你右空 平盘下面买 57块钱买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 买凤凰 57块钱 你跟着我 买完 当天先赚1块 1块9 先赚1块9 你扣掉手续费 1块5 你当天10张 先赚1万5 你当天10张 先赚1万5 手续费 都给你扣掉了 来 今天拉到涨停板 来 涨停板 其他涨停板 在涨停板 这个地方 涨停板卖半数 涨停板卖半数 62块5 又接回 来 62块5 又接回 我接在这里 625 我接在这个地方 625 尾盘又拉到66 什么叫神操作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不晓得 各位会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白纸黑纸 跟各位讲 这个盘 大叠大买 小叠小买 不叠不买 这个盘 是会操作的 赢家全拿 我不要你做选择 好不好 丁老师 我再看一下 我看你跟其他的节目 我要比较 那不用了 选就选最好的 要就要最好的 好不好 一力量东减凤凰 我都公开带你操作了 这段期间 宇哥操作这么强 跟上我们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